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系列的第29讲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只这个金融数据平台啊 软件服务这样的一家企业叫做Factset 其实有很多这个金融从业人士应该对他不陌生了 是你们每天投研的这个必备的工具 那我呢也注意到了这只股票 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 所以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应该对Factset非常的熟悉了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辉胜研究系统 成立于上个世纪也就是1978年 他主要呢是为这个全球的金融人士提供这些数据服务 你想研究的这个股票 现在呢也包括一些一级市场的资料 他都提供相当于这就是一个数据库 你可以随时到里面查询这个数据 包括这个银行从业人员 风险管理人员 这个金融分析师 包括债券交易者等等 都会利用到他的这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公司呢 在六大洲24个国家有60多个办事处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国企业了 那在这个中国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销售 如果你觉得这个产品 你可能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需要用到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联系销售 他可以给你建一个这个微信的小圈 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说公司呢 截止2022年的11月份 已经服务了超过7600家的金融机构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企业 那公司呢于1996年6月份上市 已经上市了快27年了 那截止2023年3月28号 公司的市值153亿美元 其实还算是一个中等 这样的一个市值的一个企业 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司的管理层 我们看啊 这管理层这个女士非常的多啊 其实男士反倒是比较少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CEO啊 Phil Snow 这个人已经不是创始人了啊 但是呢 他2015年上任 此前呢 一直担任这个公司的总裁 虽然说公司上任的 这个CEO上任的时间可能并不长 也就是78年左右 但是公司从1996年 也就是Factset上市这一年 他就已经加入到了公司 经历了很多这个岗位的轮换 包括呢 这个负责在东南亚和西米 这样的一些业务 所以说最终做到了CEO的这个职位 毕业于UC伯克利啊 这个也是CFA的协会的成员啊 这个总体来说 觉得他各方面还是非常出色的 那公司还有一个CTO啊 因为我们知道 这毕竟是一个软件平台 所以说你需要一个经验 非常丰富的 这个首席技术官 那这个公司的CTO呢 主要负责Factset的技术部门啊 监督其数字化转型 那这个CTO呢 08年就加入到了这个Factset啊 这已经20多年了 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时间 那所以说 也非常的稳定啊 非常好 那毕业于卡莱基梅伦的 计算机这个学位 所以说 公司呢 还有一个CFO啊 叫做Linda Huber啊 这是一位女士 那主要领导呢 就是Factset的全球的这个财务啊 所以说 因为这是一个跨国的机构嘛 那相当于他呢 也要管理这个全球的 这些业务的这个总账 那曾经呢 是这个MICI的首席财务官啊 负责这个MICI的全球财务 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同样呢 呃 此前还兼任这个穆迪公司的CFO啊 我们知道穆迪平时下调谁谁啊 就是这个穆迪 所以说管理层的话呢 这个从业经济非常的丰富啊 比较稳定 这个还是很好的 再来看一下公司的股权结构啊 前十代机构持仓占比超过50% 也是非常稳定的啊 这里面呢 也不乏知名的机构 比如说Vanguard 贝莱德 大摩 Wolfs Fargo 富国银行 对吧 等等 所以我们看这个公司 这个持仓还是比较集中的啊 这一点也非常好 那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股价了啊 这个公司从上市以来是一路长牛 对吧 96年就登陆了这个纽交组 那至今的回报已经超过了百分 这个百分之八千八百 那包括这个去年啊 这个2022年3月25号至今 那其实公司的股价只跌了6% 非常小的跌幅 而且每次他一倍跌 马上就拉起来了啊 所以说大家肯定会认为 哎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公司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FactSet 他现在的业务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买方 和卖方机构 是非常了解这个股票的 那我们再把他的业务细拆一拆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司的用户分类 那我们知道是一些金融从业人士 用这个FactSet 查资料 对吧 查一些这个个股的数据 他的三大表 对吧 他有没有一些市场的动向 他披露的信息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呢 公司呢 现在服务的这个人群里面 有3%叫做买方 有17%是卖方 那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 不太了解这个金融行业的 小伙伴科普一下 所谓卖方是什么 卖方就是券商 他每天呢 负责推股 推荐股票 帮你去调研 帮你写这个财务报告 但是呢 需要谁 买方去订阅他的服务 他服务的就是买方 那什么叫做买方 买方就是一些资管机构 比如说基金 这里面基金也分 比如说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海外对冲基金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 那我们这里呢 先把这个一级市场 归入到买方 因为一级嘛 都是投一些没有上市的公司 理论上来说 他也是管理着自己的这个池子 他会分配 所以说他也是买方 那公司呢 相当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客户 就是买方 但是呢 也有一些小部分 是卖方 比如说我们知道 像这个摩根士丹利 高盛等等这些都是卖方机构 那么这个卖方 同样也有一些投行的业务 他也需要用到FactSet 所以说这个FactSet 主要服务于这两类人群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公司的这个产品全景 其实分这个三个终端吧 一个呢 就是公司的这个网页终端 就叫做这个FactSet Workstation 这个呢 是需要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的 相当于是一个工作站 比较方便你每天打开 使用 它的这个数据都是实时更新的 那还有呢 就是你的web端的产品 说白了就是我们打开一个网页 你就可以去用 不需要下载它的这个工作站 但是呢 这个我们也知道 这个网页的话 这个速度有些时候是比较有限制的 而且功能也不如这个Workstation多 那同样的公司为这个移动端 也就是手机端 提供了两个产品 一个呢 叫做研究模块 RMS 这里面啊 你平时只能收集到一些这个研报 你可以在里面看 但是一些实时的市场数据 它是没有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安卓和IOS版本的这个FactSet 那这里边的数据就更多了 那么你能够用到哪一种取决于你企业为你订阅的哪一种 所以说这个企业的话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业务的需求订阅不同的这个终端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三大业务板块 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公司服务的人群主要是买方和卖方 对吧 但是呢 公司有三大业务板块 那他们这个买方和卖方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订阅 并不是说这个卖方只订阅一个模块 买方订阅三个模块 不一定 这个要看自己的需求 那第一个模块呢 叫做Research Advisory 这个呢 主要叫做研究和咨询模块 这个模块 后面我们会这个再具体的讲到 那还有呢 第二个模块叫Analytics和Trading 主要是为这个交易员 也就是买方机构准备 他每天要看自己的持仓 后面我们再讲 那公司最终还有一个CTS模块 这个模块是为你提供实时的数据流 比较适合有这种量化或者高频交易 这样的机构去使用 那这个就是公司的这个三大业务模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司的这个研究和咨询模块 那首先呢 我们知道就是你作为一个金融机构 你可能有自己的业务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买方机构 我现在管理着1000万啊 这样的AUM 这是我的池子 那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首先肯定是要每一天都看这些二级市场的这个情况 看每一只股票 它的涨跌幅 对吧 所以说你是不是要给我提供这些股票的实时报价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要进去 对吧 深入的了解这个股票 那你是否为我提供这个三大表和每次财报会的 比如说这个transcript 这个讲话 包括一些这个事件的这个订阅等等 那主要是看这个金融这个股票的这个基本信息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卖方 我可能想看的是它同比公司的这个估值 那我们也可以到这个系统里去看 那所以说这个整个研究和咨询模块 就是定制化的为每个不同属性的这个金融板块 去定制化你的这个软件 看你需要什么 公司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它是一套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模块的这个基本情况 那这里面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细分 主要比如说啊 这个公募和私募基金 它有大量的这个投资者的钱 所以说它要的就是这个研报的服务 和这个实时的对吧 市场数据的更新服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具体比如说一级市场是什么 它并不关心 因为它每天只看这些股票的情况 那第二个呢 就是投行用户 那我们知道 有一些投行用户啊 它不光是这个做这个IPO啊 这个股票上市 它更多服务于比如说房地产 另类投资债券等等 那这些人呢 也需要用这样的这个系统 让它去看一些可比的这个交易 比如说房地产的话 哎 你去你去看一下附近 有没有这个交易房产更新的这个情况等等 那这个呢 等于整套解决方案 适用于这个banking啊 这个投行服务 那第三个呢 就是财富管理 哎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财富管理企业 那我呢 是需要为我的这个投资人 哎 配置各种各样的这个资产 那比如说50%在股票 50%在债券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需要Factset 哎 帮他去看一些研报啊 包括做一些morning star 哎 这样的一些这个报告的编写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呢 就是公司和普通的一些企业 那有些企业有一些自由现金流 他也可以投资一些上市公司 那同样呢 他也可以使用Factset 去帮他做研究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PE 原来啊 Factset是不针对这个PE啊 就是说private equity 一级私募股权机构去服务的 后来呢 公司收购了一个企业 相当于为他补足了 这一块这个信息上的短缺 所以说公司现在 也有一些这个解决方案 可以给私募股权机构 就是一些一级啊 没有投这个 给这个一级市场 去做融资的 哎 这样的一些机构 所以说这些呢 是公司对标的这个用户 那我们看一下公司第二个模块 就是分析和交易模块 那这个我觉得主要是给这个交易员 和这个买方的机构准备的 那我们知道 这个做交易 你需要两套系统 一个呢 就是买入卖出 对吧 相当于是比较前端的一个系统 每天看股票 每一分钟 每一个秒钟 你都要看这个股票的这个实时价格 那所以说这个前端的话 主要是为这个交易员 提供一些交易信息 那还有一个中台啊 或者说啊 叫这个后台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仓位 投出去了之后 每天会我们做一些 这个risk exposure measurement 就是一些风险上的这个评估 看我们是不是需要对冲 或者说我的exposure 现在太集中了 可能需要砍仓等等 他帮你做一些衡量 包括这个归因 绩效的这个衡量 最后呢 帮你出去报告等等 所以说这个是他中台的这个业务 那这一套这个模块呢 主要是为这个交易员 和这个买方机构准备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这边比较注重的特点是什么 一个是前端到中端的这个把控 它保证你这个交易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FactSite做这个业务 同样彭博也做这个业务 但是如果我们从界面上去比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彭博太丑了 对吧 但是FactSite做的就比较的现代化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提供一些简单易懂的表格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啊 有些时候他要申请 对吧 那公司呢 也提供了很多这种基金的这个表格 让你无论是填写 什么样的申请 或者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报价 都是非常简单能够拿到的 那还有呢 一些中后台的这个分析工具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你这个风险敞口怎么样 你的业绩归因 对吧 你的Sharp Ratio等等 他都帮你自动的这个计算 那还有呢 就是公司的这个客服是比较到位的 在中国的话也有销售 你可以微信联系他们 这都没有问题 那公司呢 现在有31万亿的这个客户资产规模 还会涨获更多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公司这个模块的特点 那最终呢 公司还有一个CTS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其实我们看有很多的内容啊 比较分散 那么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这个模块 主要是为了一些高频交易的机构准备的 那我们说什么叫高频交易机构 就是量化 他编写一些程序 他需要一些实时的这个backtest 包括实时的这个注入到你真正的这个交易系统里面 但是你后台是需要一个CTS模块的 比如说帮你做一些这个实时的报价 还有这个期权上面的一些波动 所以说这整个CTS模块呢 为你提供的啊 就是一些这个量化方面的这个支持 更多的是偏IT的 所以说这个是第三个模块 那我们看呢 这个公司的这个模块还可以和Snowflake AWS对吧 GCP等这个模块集成 然后呢导入到下游客户的这个数据库中 对一些这个高频交易的这个研究所啊 包括这个买方的话 这个模块是非常有用的 那这里面呢 公司还提供一个marketplace 相当于如果你想订阅一些比较偏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CBOE对吧 IMAX等等这种期权 这些期权的数据流的话 你可以去再专门的订阅 那这个订阅呢就要花钱了 这不是公司普通提供的服务 所以说你可以到marketplace自己去买 买这些这个这个研报 或者说实时的这个交易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公司的marketplace 那我们看一下公司整体的这个商业模式 就是为不同的客户制定销售方案 他会基于你这个公司的性质 你是什么样的金融机构 你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那他呢有好几十年的这种从业的经历 对吧 他知道你们这些客户需要什么 所以说呢就帮你做了一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 那公司还有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不断的收并购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融行业呀 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数据商 他提供的数据可能对这个faxet的未来的发展有些帮助 而且会帮他揽一些新的客户 那比如说之前公司收购了 对吧 这个cobalt提供的就是private market 就是一级市场的一些信息流 以前呢他只做二级市场 现在呢相当于一级市场的这个业务 他也可以做了 那所以说公司有很强 每年这种现金流的这个变现能力 他呢就可以花一些钱做一些收并购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也基于这个收并购 他把这个风投和一级股权投资等领域的客户 哎纳入到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圈 相当于触及到了更多的这个客户 对吧 那还有一个特点呢 其实在金融行业 我们知道这个人员流动是非常大的 那个买方到卖方 卖方到买方 对吧 这个都是这个每年波动 包括这个每年这个转入转出的人是非常多的 那么公司呢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无论经济环境是怎样的 他的这个用户还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比如说今年IPO业务比较差 那可能这个破产重组业务就非常好 那明年比如说经济起来了 IPO业务又非常多 那所以说公司呢 在整个经济轮换中 他的地位一直是没有变的 那就是你无论你做什么业务 你都离不开我的这个研发引擎 所以说这个研究引擎 所以说这个公司业务还是比较这个比较稳固的 那公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模式啊 这个是写在他的PVT里面的 就是非常重视股权人的收益 公司呢有一点钱 他就发股息 每年股息的话其实年化增长是10%左右 那还有呢就是公司会花一些钱做股票回购 他就3000多的股 3000多万的股本了 其实非常的小 他相信你呢投资了公司 那公司也会为你提供一些现金上的分红 也不会稀释你的权益 所以说非常 这个公司非常重视这个股权人的这个权益 那我们看一下公司的这个TAM 其实主要对这些金融机构嘛 所以说他的TAM是320亿 可服务的TAM是他的三分之一啊 所以说公司认为自己有100亿的这个Serviceable Market Time 是一定可以补获得到的 那这也将是他的一个营收的天花板 就是100亿 那公司现在的这个营收大概每年20亿左右 那我们知道还有这个5倍的增长空间 哎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那竞争对手的话 其实Factset的竞争格局也是比较分散的啊 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商 在国内我们耳术能想的两家 那一个呢就是Choice 一个呢叫做万德啊 这两家公司都没有上市 但是在国内的话 其实市场份额已经非常高了 那其实在国外的话呢 我这边列举了一些啊 那这个投资者后面可以看 但是我觉得 公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彭博 彭博也是基于这个交易和这个延报的这个一体化 而且呢 他的这个东西啊 其实主要是华尔街的人都在使用啊 彭博通常是所有信息一手的这个数据商啊 有什么新的信息 彭博都第一时间get到 所以说Factset呢 和彭博的差距越来越小 但是从这个界面啊 这个好看的程度 包括可操作的程度 他比彭博好的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反倒是这个彭博这边 应该做一些研发 那公司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 就是Refinitif Icon 这个产品是汤姆森路透的 他的这个这个研究报告呢 也是比较的贵 你相当于你去订阅这个二级市场的延报 但是呢 他并不提供交易 所以说和这个公司的产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们看一下公司一些重要的运营指标啊 第一个呢 就是年软件订阅额 这是一个年化的指标 去衡量公司每年的这个软件订阅额是多少 因为像这个18亿 每个季度的话 我们把它乘以一个4啊 就是公司每年 就是他的这个年化的指标 这个我已经给大家乘好了 那公司呢 2023Q2啊 就是他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二季度 大概是18.8亿美元 和营收的差别是不大的 大概差一点几亿美元左右 所以说看这个年化合同额 要比看公司的营收可能更直接一些 那公司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客户数 那现在呢 其实已经回归到了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但是呢 始终还是有一定增长的 我觉得在2023年 如果你还有这个个位数或者低十位数的增长 这样的公司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公司也有一些长期的这个财务指引 比如说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2023年的这个guidance 对吧 比如说他的这个利润率要保持在35%到36% 这个长期的这个软件ASV的增长要保持在8%到9% 这些公司呢 都会满足的 那我们看一下公司的这个营收情况 预计二三财年啊 我们还有两个季度剩下来 大概营收的增长是在13%左右 还能够达到双位数的增长 我觉得这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那后面呢 我们我其实推算的话 公司Q3和Q4可能是这种个位数的增长 但是也有可能是公司给的前瞻指引比较保守 就是说公司不想把大话都说在前面 所以说公司的这个营收增长 还是比较靠谱的 就是说非常稳定的 那公司的盈利能力 像这种软件公司的盈利能力啊 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啊 这个不用质疑 所以说公司呢 离自己的长期目标 还有1%到2%的可提升的空间 但是啊 其实我们看他和其他软件股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毛利润有一点低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说了 公司有很多定制化的这种软件服务 他需要销售人员 先把你的需求跟他讲明白 然后呢 后端他再去做一些配置 所以说这个人员方面 这个算在这个公司的成本里面 所以说这个公司的毛利率并不是很高 但是净利润已经到了 接近30% 27% 这样的水平 所以说这个公司的稳定的盈利能力 还是不错的 费用率的话 其实一直保持的非常平稳 我觉得这算是所有企业的一个标杆 25% 把所有的这个费用 给这个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级别 所以说非常稳定 那公司的资产负债呢 其实我觉得有点高 就是说公司的这个负债 因为他每年也花大量的钱去收购 也花大量的钱去给这个投资者 包括他的这个股权人去做一些回馈 所以说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现在的话 其实长期的负债还是有一点高的 那从这个净献金里面 我们其实有一些拆分 截止这个23Q2的话 公司的净献金是-12亿 有一些向好的迹象 但是呢已经不如此前了 对吧 因为公司也是花了很多钱去收购 所以说这个公司的净献金是一个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我们说公司的这个变现能力 创造现金流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预计今年创收这个自由现金流是5个亿 相较去年的话 应该是有这个10%的这个增长 还算比较不错 那季度现金流呢也保持的非常的稳定 这一点公司做的还挺好的 那Raw of 40公司这个最近的季度是保持在36% 整体来说也还不错吧 虽然说是低于40 但是我们说公司基本面是非常好的 增长只是它的一部分 更多的是给这个股权人的这个回馈 也就是为什么公司的股票涨得非常好 那我们看一下公司这个基本面情况非常好 那当然了它净献金是负的 那公司还是比较烧钱的 但是呢我们说从其他的角度来看 公司的确是一只非常好的股票 那我们看如果给25倍PE的话 现在的目标价预计今年是360到370美元 明年的话是380到400美元 那后年的话呢大概是这个400到420美元 每年有20美元的这个增长 那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估值啊 如果如果我们给30倍的话 其实公司给一个400美元的目标价 相当于是现在的股价 差不多这样的水平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公司没有被低估啊 也没有被勾估啊 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是有很不错的这个增长前景啊 回调可以可以这个考虑 那我们看些卖方给他的这个 呃这个目标价啊 也都是非常高的 我们看这个credit suites啊 虽然这个银行已经倒闭了 那但是呢给了500美元的目标价 还有这个德意志银行477 UBS给了425 巴克莱520啊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价了 那所以说都比现在的这个股价还有差不多百分之二三十的提升空间啊 我这个还是比较赞同的 那其实我们看公司的风险啊 一个呢就是竞争对手 对吧 如果竞争对手的这个每年订阅价格是比较低的话 其实公司也需要相应的这个调价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看到的是公司每年客户的增长 所以说即便是这个价格下来一些 但是量上去了 哎这个也会有些这个对冲 那所以说公司的话中长期的财务指引是完全能够达到了啊 如果达不到的话 其实对他的股价肯定也有一些不利影响 但是总理来说 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这个FactSet值得大家再去仔细的研究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